好,今天跟大家拍攝Changier 系列 今次介紹一下Changier 使用的大忌 是白鋁版,即是最便宜版本的大忌 話說,我買回家,第一件事是在家裡煮水 煮水當然沒事 然後帶它出去 帶它出去,就沒事了,都不想煮什麼 去大灘營地,走一轉 在西貢,就隨便走一間超市買些材料 去煮一下,什麼都沒有大力 基本上只有鹽油 什麼便宜就買什麼 結果,就煮番茄 用得下去Changier 的人都出事 番茄的煮,那天煮很好味 沒什麼影響,煮完之後 回家洗,就有一股黑色 幫不了一股黑色 話說,跟這個女生很有關係 黑了怎麼算呢 首先,在說怎麼算之前 就說一下有什麼,令它嚇到一些強酸性 特別是果酸,即是番茄,檸檬那些 就麻煩了 另外,如果煮醋,也不太好 那你拿去煮薑醋 有沒有人露形吃薑醋 或者吃一些很鹹的食物 原因就是,很明顯有化學反應 化學反應,上次都說了 甲立鈣尾鋁,很reactive 但為什麼我們平常叫的 鋁都沒有什麼呢 原因就是,它的表面很快 就算這股面一刮花了 其實它很薄,已經有一個保護狀 就算一刮花了 它又會立即再放一層 保護膜 所以就令到它不會再氧化 唯獨是,大鑊就是酸性的東西 就會跟這個 鋁鋁鋁鋁鋁 產生一些化學反應 所以我上網就研究了一段時間 那氧化和氧化 都不是黑色的 那為什麼造型出來的那種會黑色呢 那原因就是 我們知道 L-Oxyl化和氧化 其實都會有不同的狀態 如防潮珠,吸水前吸水後 吸水後就不一樣 那麼,吸水就不是白反應 只是黏在它上去影響了化合物質,就變了顏色 例如Cupasulfate,如果你煲完水,即是硫酸酮,小時候浸泡的晶體 如果煲乾了它是白色的,但如果Cupasulfate黏了五粒水,就會變成藍色 同理,Aluminum compound本身是白色,還是沒有色 正如剛才所說,為何會黑色呢? 就是化合物質改變了,但其實沒有形成效 透明,本身是透明,如果那層層層的厚薄 令到它產生內反射出來,其實有機會是透明 有時候會看到它好像彩虹色的Rainbow color 其實就是因為它存內反射和自己產生 interference 這些火星畫就不要講了 要講些什麼呢?就是怎樣清潔 我說我的煲是黑色的,但看到嗎? 洗乾淨喔,那怎麼清潔呢? 網上眾說昏雲,有些人說可以,有些人不可以 但是你看到有圖有真相,我分享一下怎樣清潔 那我試過的方法之前,我當然有看它有什麼化學反應 結果我就選了用Baking Soda,應該都是小Soda 用來焗的那些,Baking Soda 那怎樣做呢?就是加一點水,很少水 產生了一層去烏粉的狀態 然後塗勻煲,有黑色的地方就塗黑色的地方 那你塗完之後,你一直張著它 張著它,overlight 之後呢,其實長一點也可以的 那它就會慢慢掉落 那這層這個reaction是什麼呢? 表面上,它是一個neutralization 一個中和作用 另外,它因為剛才說有些去烏粉的感覺 所以其實它也有些少少那些abrasive 那些反應的,就是散掉它 那當然不要太大力散,太大力散 那當然呢,令到鋁煲,其實有機會出事 那Trengea,也特別有說 不要拿去煲蕃茄的,如果你看清楚 那因為呢,會影響食物的味道 那如果嚴重一點呢,其實花了無所謂 最嚴重一點,有一個問題呢 叫Pitting 即是它形成一些微小的孔子 你看到一塊塊,你就要棄掉它 這樣就救不回來的 那基本上就是這樣 那這個就是Trengea大忌 就不要煮太酸性的東西 那Hard Anodized那隻可不可以呢 我覺得都是不理想的 不過呢,你看不到這個原因 那鋁版,即是 鋁加 不鏽鋼的版本就應該可以 因為不鏽鋼的版本就不會有這麼反應 好,那這個就是第一部分 希望有用 好了,那上集說到 我正在找一個蓋子 很多師兄告訴我,有原裝蓋子 我當然知道,但不知道大家覺得 原裝蓋子漂亮不漂亮呢 那我不說了 我是用腳投票的 結果呢,我就找了一個Titanium的蓋子 蓋子就沒所謂了,蓋子不是煮東西的 所以Titanium輕又挺有用的 嘩,多完美 140mm 可以上網找140mm Titanium蓋子 那是一個Perfect Fit來的 看到嗎? 嘩,真是漂亮 好像原裝一樣 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都有用 那另外呢,上次其實想了一件事 還未講的,那今次都可以講完 上次說買一隻杯 我特意買一隻杯 可以讓這些爪爪可以托到 它用來煲水 但是呢,其實你不買那隻杯也可以 那有什麼方法呢? 我想很多人都有 就是這個酒精爐 我以前也有用酒精爐 但我不是Tranjia 但是有一個爪架 爪架有很多種的 那這十字架形呢 就放上去 這樣就可以煲水 即是... 然後呢,就放一隻 泰杯上面 就可以煲水 那就不一定呢 要買一個 另一個 蓋裡做的 Cook 煲煲餐 有什麼問題呢? 很多人覺得 吃了會 影響身心靈健康 但是呢,根據研究呢 如果你不是每天都吃 其實應該都沒什麼事的 特別是,譬如你露營發燒 我當你一個月去兩次 三次,一年都是三十多餐 其實呢,肯定沒有影響 我們很早之前跟了隊長去露營 那個煲已經是鋁造的 我們吃了幾十歲 也沒有事 其實真的沒有事 唯一稍為有事呢 就是,如果真的 譬如我煮番茄 或者一些酸性 或者太鹹的食物呢 那些鋁呢 有些真的會滲出來的食物 會影響食物的味道 基本上是這樣 這集就先說了這麼多 預告一下之後呢 會開始拍一下 都是Tranjia 不過呢 就沒有那麼多使用心得了 也沒有那麼多露營的貨物 那做什麼呢 就會做主食篇 嘗試用這套食物來煮食 煮不同露營的餐單 其實我都沒有什麼創意的了 都是看回以前的那些 那譬如泰煲呢 就煮白飯 就試試煮白飯 然後呢 就想回以前做過的那些 就是煮過的那些食物 就試試用 其實鋁煲最好煮的 因為全熱度熱均勻 就容易過泰很多 加上這個無敵風檔 應該就很棒 什麼都對 那譬如 北菇滑雞 譬如 洋蔥豬扒飯 以前都經常做的 今次都可以有時間拍 本來想拍得密一點 但是很死定沒有空 終於今天拍了 自己剪完之後 就出界 那就是這樣 如果適合看 就訂閱 按讚 按讚 幫一下 那我知道 這條水有得吃 我就會繼續拍 那就是這樣 拜拜 今集就這麼多 多謝收看 特別名謝Youtube member 和Patreon支持者 好 就按讚 訂閱 有緣叫打 有問題 留言交流分享 拜拜